我想找个希腊人那样嘴皮子 这话我可21年没说了 等等等等 21年 我觉得有点不对劲 你们俩看看这故事 三个互不相识的男人收到婚礼的邀请信 他们被一个21年没见的女人邀请到了21年没回去的地方 这是为什么 我想这并不是坏事 好吧 Harry 你能告诉我们是什么把你从英国银行里给拽了出来吗 这是采访吗 好吧对于我来说 Donut的邀请勾起了我许多美好的回忆 是台词吗 不 这是我的吉他 HB代表摇滚客 这是他们当年给我起的外号 DS Donut水胆 这是我买给他的 10磅外加我的新潮T恤 现在谁还敢说我是个没有情调的老玩 够 谁这么说 我的那个他说的 一幢大房子 一辆跑车 一张英超连赛的套票还不够 他们想让我当超人 行 我就跟着感觉走呗 于是我就来到了这 Dona了解我野性的一面 我们是在巴黎读书时认识的 然后我们就情不自禁的来到了希腊 听着 Zither Harp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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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是多娜的女儿 天哪谁会想得到 我说你怎么这么眼熟 多娜在哪 我要见她 谢谢她要求我